我们感谢天父,今天是復活节 是一个很大的日子,很欢喜的日子 因为耶稣从死都要復活,因为人最怕死亡 但我们有了耶稣之后,我们不再惧怕死亡 并且我们有大能,復活的大能 首先我们第一点明白就是人没有神的救恩和能力的结局 如果人没有神的救恩,没有神的能力的时候 他的结果是怎样呢?人其实是很惧怕死亡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李小龙 其实这个文化爱物馆,好几次都有李小龙的摆设 可能他觉得李小龙始终是吸引人 所以内宗,因为我们住在那附近 内宗有一次就是讲李小龙的 放回同样的东西上去,很多人看的 但是李小龙忽然暴斃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没去外国读书之前 我还在香港,有一天忽然间见到新闻 真的很难以想象的,行哥 看到李小龙暴斃,没什么可能的 但是当时他红得不得了,那些电影很多人看 他的死亡原因到今天都没有被揭露 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不被揭露的事情 不过我们不知道 当事人知道,不过我们不知道 所以,正经有句说话,传道书九章四节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亡的狮子更强 就是狮子比平时比狗强很多 但是当狗死了,不是,狮子死了 狮子死了,不求一只狗 甚至不求一只猫,不求一只矮 死了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 就是一个人多厉害都好 都一定要面对死亡 在死亡之前,最强的人都变成无力 李小龙那些人和他一起打 练功夫啊,演戏都说他很大力 因为那些和他一起练戏的人 有时候被他打的时候都打伤 就是看得到他那个力量很大 但是呢,当他要面临死亡的时候 也都真是无可奈何,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是在死亡之前,是没有人能够夸耀 当一个人,耶稣都说 你能不能够用你的忧虑使授数多加一刻 就是譬如一个人就来死了 那你很忧虑,会不会长命一点点呢? 或者任何的方式你可以做的 都不能够令到个人长命一点的 那虽然呢,二代方可以 就是灯长命 他注射的东西可以灯长命 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 好了,那我们讲到耶稣复活 也就是说耶稣复活就叫我们重生 那我们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没有重生 以及有更生 就是耶稣复活就叫我们能够重生 有一个新的生命 那么重生,谁知道我们重生呢? 在里面很知道的 自己知道有罪 犯罪觉得不舒服 求主赦面和会想改革 还有信靠耶稣的心 耶稣是我救主 我很想得到耶稣的救恩 也都有跟从耶稣的心 那三样是重生得救的必然的表现 第一就是真心悔改 犯罪 没有人知道也好,自己会知道的 第二就是 会有信靠耶稣的心 很想耶稣救他 第三呢 就是有跟从耶稣的心 那大家有没有重生呢? 那更生呢 更生呢 更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生命提升 那很多人是重生得救的 他是重生 不过呢 是很软弱 就是譬如他是知罪 不过是 就是可能九成的机会 他都是继续犯罪的 那他继续犯罪 他又悔改 但跟着又再犯犯罪 那他又真心悔改 不过他呢 始终他力量不大 这样的时候呢 他的生命是不更新的 那我自己在1998年 安卡罗、布图加 在阿根廷来到香港的时候 为我按手祈祷 是给我有一个很大的更新 因为当时按手呢 就即时 很大的能力进入我里面 很大的爱 是感动到不得了的 在那个经历 我就知道 上天堂 是会很充满爱的 就是我经历过那一次 我知道 那种爱可以涌入来 其实有很多人都试过去天堂 他们都说到 那种爱涌入来的 那么就 自从那一次呢 我就说 原来可以这样经历神的爱 我就用很多时间去 去亲近神 还有呢 接着为那些教友 按手祈祷 他们都经历圣灵 所以我当时呢 每一个礼拜 完了我都 请几个人 进去那个房里 就为他们祈祷 那么很多经历 那么就越来越多经历 一些人 越来越改变了 那么这个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更新 我就跟着就很委身了 我就很委身 很全心去侍奉神 并且扩展这个领域 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呢 我的同工就说呢 在大陆那里呢 有些 即是有地方可以去带领聚会 那么我就去了 那就试下用 圣灵充满的方法 和为他们按手祈祷 那么 而当时我看着那些人呢 就经历喜乐 即是那时候 我其实初经历圣灵充满的 接着带他们去祈祷 他们就有些人 就开始经历喜乐 和生命更新 就令到我看得到 原来靠着耶稣呢 我可以有 即是神可以给我们 这么大的能力 我就很委身了 那么逐步逐步呢 处理生命 和呢 是一路提升那个事奉 那这个是 对我好大的更新改变 就是耶稣復活呢 就能够赐给我们这个能力 那大家想想自己了 你是不是 你的生命 是不是被更新 被重新 和重新 我们今天就讲到 耶稣復活 带给我们更新 和重新的 而亦都有很多人 是不冷不也 信耶稣之后 但是呢 对于耶稣的事 不冷不熱 那圣经是有警告的 圣经是什么呢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画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你画 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套出去 就是耶稣是很不喜欢 并且想将他套出去 我们有一点非常重要 需要明白 就是全世界 所有的恩典福气 都是从神而来 还有我们有的健康生命 都是神给我们的 当我们得不到神喜悦的时候 其实呢 神是容许我们生存 但是不是神喜悦的生命 大家想一想 神喜不喜悦你 神会说 我喜欢这个儿女 我欢喜她 我喜悦她 有些神的儿女 神是不喜悦的 因为她不冷不热 因为她没有神的更新 没有被耶稣的复活更新 所以她的生命是很软弱的 这样的时候 她是神喜悦 神是巴不得她 说冷或热 还有耶稣说 我想将你从我的口里套出去 所以这个也是很严重的警告 所以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你帮助我们 耶稣复活有这个大能 我们都领受这个复活的大能 有些人甚至去到什么位 就是整个生命被破坏 就是 譬如这个图 英文的原来就是这样寫 I know I'm wasting my life But I just don't want to stop 他说 我知道我在浪费我的生命 不过我不想改变 我不想停 有些人真的整个生命破坏 我也认识有些人信耶稣 但是他整个生命破坏 我都劝他 我说你回来 我们可以鼓励你提升你 帮你的生命提升 但是他们的心不强 所以他的生命始终没有神的能力 既然人有那么多问题 人又怕死 人又有被那么多捆绑 就算基督徒信耶稣 不代表他一定更生 大家想想一下 你是不是重生 是不是更生的呢 好了 今天的好消息就是 耶稣从死里復活 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 神答应他会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们怎么知道神是真 和他的应许是真 因为有些人说 是否真的复活 是否真的给我们 首先了解一下 我们有什么原因 深信 圣经所答应一定会应验 也就是说 我们听神说 神会祝福 不听神的话 神一定是不起悦的 到底圣经有什么地方 让我们确认呢 第一点 就是圣经的预言 都是非常准确地应验 所以说 神答应一定会应验 他说了会发生的事 真是应验 譬如以前 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没有钉十字架这个刑罚 圣经已经说了 他手脚被人钉穿 而那时候也没有钉十字架 过了几百年才有的 但是圣经已经说了 他手脚被人钉穿 和那些衣服被人钉穿 都是说到他会受的苦 很清楚地说出来 亦都很清楚地预言他的时间 亦都说到他来之后 耶路撒冷就被毁灭了 被钉之后耶路撒冷被毁灭 即是圣经说了的一定应验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圣经是可信的 他预言是非常准确的 好了 圣经就答应我们可以有平安、喜乐、重生 有安慰、有医治、有喜乐 有爱、有能力 生命的更新和帮助 有很多人接触灵界 譬如有些人玩神打、蝶仙 还有有些人做基童 即是做扶基那些 他在庙里找邪灵上身 他们就以为可以赚钱 或者是一种 就是好像帮到人 他们会收到信息 他们怎么收到信息呢 譬如有些人来找他 他真的会收到信息 那他们就 就是很多人找他们 但是有些见证 如果大家上网找Good TV 就是Good 就是好 Good TV是台湾的 是用讲国语的 他里面有讲到不同的人 是用不同方法接触灵界 但结果他们是很痛苦的 即是说他们说的宗教是帮到他们 但其实是不帮到他们的 其实是不平安的 但是圣经呢 他答应平安、喜乐、力量 真是可以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就是神 你帮助我们 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看到 耶稣答应的一定应验 这个是生命应验 第二点就是生命应验 第一点就是预言应验 第二点就是生命应验 第三 就是圣灵 照圣经所说 在基督徒心中工作 他会提醒我们不要犯罪 叫我们悔改信耶稣 听耶稣说 圣灵会继续做事 所以我们知道 神是真的 他真的会做事 圣灵真的会继续做事 第四 我们可以奉耶稣名 说邪灵 又证明耶稣是全能的神 圣灵就是神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圣之圣灵 我们可以奉耶稣 我试过说佛教的邪灵 道教的邪灵 观音邪灵 王大仙的邪灵 我试过一次说一个人 是契了观音的 他变了什么样子 他变了好像狮子一样敲叫 不停敲叫 然后他的手不停刮 在地上刮到手指都黑了 邪灵很真实 他契了观音 他以为很好 但其实结果是有邪灵的 我们奉耶稣名可以赶佛教 道教和异教 不同的异教 我试过去宣教的时候 都跟他们赶邪灵 所以又证明神是真实的 第五 就是有神迹其事 有医病、赶鬼 有各样的医治 或者见到耶稣 上到天堂的经历 第六 就是有些人短暂死过 按照圣经所说 圣基督徒就见到耶稣 天使或者天堂 而非基督徒就去到地狱 即是证明真的有天堂地狱 以及是信耶稣的人 听耶稣话的人才去到天堂 而不听耶稣话的人去到地狱 以上所说的就是圣经是可信的 神是真实的 所以既然圣经可信 圣经话的东西就会应验了 我们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在耶稣被钉之后第三天 我们一起读一下 马太28章2节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捆开坐在上面 他的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结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客得混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尋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在哪里你们要见他 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这里说到在星期日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坟墓 忽然间这个很大震动 然后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捆开坐在石头上面 他的样貌好像闪电 有些人去过天堂 他看到在神的宝座面前 那些天使好像闪电一样 不只是发出光辉 而是有闪电 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衣服结白如雪 那些兵丁多强壮 都吓得不得了 然后天使就跟父女说 不用怕 你们找耶稣 但耶稣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也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真的复活了 耶稣今天我们奉耶稣的名 可以赶邪灵 奉耶稣的名 可以见到人病得医治 《中信》如刊 差不多每一期 都有一些医治的见证 他也有说出 有些人如何在耶稣 信耶稣 奉耶稣的名祈祷 他们得到医治 让我们看到 神是真实的 耶稣已经重生了复活 所以我们 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能力 好了 《以弗所书》一章十九 和二十一节 至二十一节 说到神向我们显的能力有多大 我们一起读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或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年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在这里说到 神向我们信耶稣的人显的能力有多大 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叫基督在他身上运行的能力 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 并且叫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 这种能力 第一 人临到死是没有人有能力的 首先就是耶稣能够复活 也没有人能够升天 他能够升天 坐在神的右边 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坐在神的右边 但是耶稣就复活了 然后升天 然后坐在神的右边 这就是很大的能力 很大的权并 是人没有的 但是我们今天有 其实这件事真的很特别 很特别 当我们想到我们可以有能力 好像耶稣的能力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坐在神的右边 我们都有这个权并 都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非常之宝贵 我们是有很大的应许 不过很多基督徒 就有很大的应许 不过他只是拿少许 可能有些只是拿得救 有些只是有平安 就没有说耶稣答应 这么多东西 我每一样都要全 其实我们是可以全 这里说到耶稣坐在天上 远超过一切执政 所有管治这个世界的掌权的人 有能力主治 他有主权的人 管理别人的人 一切有名的 在今世年内世 这个内世其实指在未来的世代 就是在耶稣的时代 以及以后在耶稣回来之前 这么多世代 这些所有的掌权 耶稣已经胜过了 以忽所书二章五节 也说到我们和耶稣一起坐在天上 我们一起读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又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这个在原文是过去识的 为什么过去识呢 我们死在过犯中 就是我们以前 未信耶稣之前 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 是当时我们的灵魂是死了的 是未活过来的 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 就是我们当时未重生得救 神就叫我们与耶稣一起活过来 保罗在这里 作了三个希腊文的字 为什么作了三个希腊文的字呢 他将一同 一同这个字在英文都有用的 大家可能记得 Synthetic Synthesis 有没有印象的英文字 SYN Synthetic Synthetic 即是合成的东西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soun 英文是syn 就将活加在一起 即是寶罗也说到 我们收到耶稣一同活 和耶稣一同活 一同复活 一同复活 即是在乘以一点 就加了一个复活之前 加了一同一同 ,然后一起到天上 很重要的是 这些3个动词是去声色 就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 神一叫我们活过来 我们一重生过一刻 我们即时活过来 即是立即生回了 然后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这个复活和复活是很接近的 意思是活过来 立即有生命了 然后复活 就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然后一起坐在天上 有些人说我们明明不是和耶稣一起坐在天上 但是那个原文是概释的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都看到是概释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回之前的经文 就是说有这个权柄 好像耶稣坐在天上 他胜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 主治的一切有名的 所有的权柄他都胜过了 其实基督徒已经有这个权柄 但是我们就觉得 我们好像受制于权柄之下 我们不能够超越 不能够超越权柄 我们不是用政治的方法 我们用什么方法 我们用福音的方法 我们有这个权柄 无论在什么情况 比如在伊斯兰的国家 很多他们很受压制 但在网上有很多见证 那些人怎么样呢 他们有些看到耶稣 有些就是他 总之他思考 又他发现圣经是对的 他们就祈祷 或者是寻求耶稣 或者就是 在他们的宗教里面 他们觉得不开心 他们就寻求神 你是谁 当他尋到之后 他就很热心 他们就在他们的地方 传福音 派圣经 并且成立不同的聚会 我昨天看了一个影片 有一个女人在那个地方 成立了三十个聚会点 即是在家里 成立了三十个聚会点 他就说到神怎么保护他 他说神是可以用方法 首先令到那些执政的人 看不到他们 他们当然保护他自己的小心 那些执政的人 没有去抓他们 他们是可以继续去传道 当然有些是真的有捉到的 但也有些是真的继续去传阳福音 那这个就是 能够在任何的执政之下 我们仍然是得性 有时可能被人捉 可能被人打 可能被人捉去坐牢 但我们靠着耶稣 是得性的 是神喜悦的 神会保守的 神知道的 譬如有一天我们被人捉 神知道我们被人捉了 神会保守我们 神有祂的恩典 在那时候 他都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和能力 其中有一个受苦的人 他的影片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英文的影片 你可以告诉我 我将你放入一个英文影片的群组 我就会内中传一些英文的影片 就说到有一个人 他在坐牢的时候 他就经历到神的同在 他就很有信心了 就是真的神在那个时候和他在一起 所以外面好像是在输 但里面他是得性的 神也可以保守我们的生命 可以保守我们 不被那些人影响 这里说到 原来我们和耶稣一起 聖过一切执政掌权 并且我们有这个属天的权柄和能力 大家有这个心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跟我说 你告诉我 我去短孙的时候 其实我很快已经去短孙了 如果你是可以的话 你告诉我 我就带你一起出去 你就会看到神的工作 看到那些人比较渴慕 他们就会经历神更大的工作 我很想你们都能够看得到 有信心 我记得很久之前 我曾经带两个教友去宣教 那两个教友在教堂里面 和人祈祷的能力是不大的 但是去到那里 因为那些人渴慕 我们说要祈祷的时候 他们两个和人祈祷 那些人都有跌在神的圣灵的能力之下 得到释放 得到医治 得到安慰 他们都很惊讶 他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都可以的 所以很多人 虽然耶稣復活 已经把权柄和能力给我们 但是他们没有用出来 就是他们的生命依然很软弱 很没有方向 很没有能力 很没有喜乐 被一些东西绑住 绑住 绑住 很多基督徒被魔鬼绑住 没有力量 因为他们不深信神的大恩和大能 所以他们没有用出来 所以他们没有用出来 在这个图下面那里 大家看到 首先死在过犯中 一个人死了 在罪中 然后跟耶稣復活 我们已经有天上的权柄 我们就使用这个权柄 大家会不会想使用呢 这个权柄 是一定我们亲近神 信靠神 所以他们每次都有操练祈祷的时间 然后你有机会去使用 因为即使在香港的信徒 有时因为它好像有种不得放 当然在香港的聚会 我都试过带领人 经历圣灵很强 但整体来说是没有那么强的 我试过有一次 有一个传统的教会 请我去广道 传道人是接受圣灵工作 但他说有些人不接受 有些人接受 他就说你慢慢来 看看情况 我说好 我没问题 首先我带敬拜 我就跟他们解释 我说你们全心爱神 神的祝福会临到你身上 我就带他们一起敬拜 当我敬拜的时候 他已经被圣灵感动 有些人已经在那里哭 接着我就叫那些服侍队 一起出去为他们祈祷 他们很多人经历到圣灵 我都没开始讲到 也不是为他们按手祈祷 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工作 这些都让我看得到神的真实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其实我最近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 我都为人祈祷的时候 他们都经历到 我在那里弹琴大敬拜的时候 他们已经感受到神的爱和医治 在祈祷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受感动 所以希望大家 你经历到神更多 神已经给了这个权给我们 其实我们有很大的能力 这个能力不是外面的能力 不是外面的能力 是内面的能力 我们可以使用出来的 神復活的大能能够成就伟大的事 成就什么伟大的事呢 在马太十章八节 耶稣吩咐十二门徒出去的时候 祂叫他们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洁症把鬼干出去 真的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有人医治人 死人复活 有时如果你想见到这些情景 去到一些宣教的地方 有更大的可能性 我自己 我见到人死了 我一定为祈祷 虽然到现在为止 我未曾有一个人 我和他祈祷 其实我不是为了很多人 我记得是为了两个人 有一次是三个人 即是三个人一起 一家人死了 另外一次是一个人 他们都没有復活 不过我都会继续去做 我知道神给了我们这个权兵 而医治疾病就很多了 长大麻风我暂时未见过 所以没有机会 把鬼干出去就很多次了 所以耶稣吩咐我们有这个权兵 这个能力是有的 然后彼得 祂祷告死了的大比大 亦是多家 他就坐在身上 他就抹开眼 他叫他復活 有个游推股 很久 他一个少年人 他听到 因为保罗说了很久 在窗台下跌到街上 死了 但后来 他就好了 这些都是一些 神今天 他的权兵能力 能够做到的事 可能大家觉得 不轮到你 但我真的觉得 如果大家 我们将来有机会安排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都会参与 我想看下 经历下 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今天都可以经历 今天都可以经历 使用我们去为人祈祷 带来祝福 神福活大能 能够成就什么作为呢 第一 每日 更新我们 重新我们之后 每日更新我们 你越亲近神 你发觉 里面有一种动力去改变 这里有几个人 你有动力去改变 神下 我有动力去给神用 我有动力去发挥我的生命 有几个有这个动力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动力 给神去用 第二 赐给我们处理生命 和提升生命的动力 有这个动力 我要处理生命 和提升生命 有这个动力 有些人跟我说 有情绪病 他说 连拆牙洗澡 都没有动力 没有这个推动力 但是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推动力 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可以给神用 第三 有能力 有能力性过罪 引诱和魔鬼 所有负面的东西 我们能够有能力性过 第四 就是有能力处理生命的问题 和克服困难 生命里面有任何的问题 都能够处理 第五 就是给我们恩赐 能力 和神职歧视 去荣神益 荣神益人 和侍奉神 就是神给我们有恩赐 有能力 和神职歧视 这里有多少个 你为人祈祷 有神职歧视 发生的举手 有多少个 我们需要多做些 有人有举手 我希望大家都会尝试去做 还有如果你有不舒服的 你请大家为你祈祷 看到得意志 那你就多谢神 多谢天父 第六 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完美计划 一个神的完美计划最好的 你的生命最大的提升 整个生命高度的提升 是高度的提升 并且帮助宗教会成长和突破 就是我们的生命高度提升 并且带来宗教会的成长和突破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神福活的大能 今天都要在我们身上 我们给神用 是可以做伟大的事的 那我们怎样可以整个生命有神的大能呢 第一就是深信神的应许 我们一起读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事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就是神的应许 即是神应许一定会做 所以我下面写了 信心是什么呢 神应许我放心 他答应了 我就放心去信任 神做事我放心 我知道他一定会做事 那我就整个生命 我知道神掌管 我整个人都放心 轻省地跟从神 这个就是信心 我信心了 我知道神一定会成就伟大的工作 所以第一件事 你想有圣灵大能 复活的大能 第一就是我相信 神应许一定会成就 我只要听神说 一定会成就的 第二就是 亲近神 耶稣说 你跟从我 我就叫你得人如得如一样 还有尝在我里面 我就尝在我里面 你就会多结果子 就是说我在哪里 那里就有改变 我在你里面的时候 我就产生果效 还有我们操练 操练为人按手祈祷 操练就是放心 在祈祷的时候 不要只有一个说字 而是一直深信 耶稣你现在在这 这一点很重要的 耶稣你现在在这 你现在在祝福我们 我们听你说 我们爱你 我们深信你 你一定做事的 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深信 神啊你一定做工的 你一定成就你偉大的事的 求你成就你偉大的事 主啊愿你彰显你的荣耀 你是可以的 你有能力的 就是每一次我们祈祷的时候 都是深信 神有能力的 神现在可以做工的 那有些人说 我祈祷的时候没有什么果效 我们就说不要紧 神是有很大的能力 我们虽然现在未经历到 但是我们始终会经历的 首先就是我们生命经历到改变 比如这个女人我为他祈祷的时候 这个教会我们在宣教的时候 去到很大的圣灵工作 这个人最初是很痛苦的 他在那里呼喊 是叫得很凄厉的 然后我和他祈祷 你现在看到他在笑 后来他就充满喜乐 这个就是由淒泥变造喜乐 还有我们将心底献上 当作活祭 整个生命献上给神 不要跟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就能够察现到神的善良 纯存这个完美可喜乐的计划 那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献上我们的生命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更生改变 神就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我们想给神用 一定是将生在献上 不要将生命献给电视 不要将生命献给看影片 不要将生命献给吃饭 享受 而是我将生命献上给神 我真的听神话 多亲近神 我真的去操练侍奉神 神就会使用我们 这先所说的 就是说这个极大的能力 你会不会去使用呢? 在耶稣身上 叫祂从死里服务 圣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能力 你会不会去使用呢? 我们今天练习是做什么呢? 可以 比如其中一个人 有需要帮助的 或者你操练 就不一定是他需要的 不过是练习 练习帮助一个 觉得缺乏能力的人 那他缺乏什么能力? 可能面对困难 觉得没有力量 生活没有力 做基督徒没有力 或者他帮助人的时候没有力 或者是侍奉神没有力 无论哪一样都好 你可以试一下 在你的小组 用帮助哪一方面 然后呢 可以这样问他 你敬拜赞美的时候 有没有经历力量? 这个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 就是帮他看得到 他都经历过神 我们就帮他有信心 你在敬拜赞美经历过神 即是说 在这些困难里 你都可以经历到神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敬拜赞美 经历到神的平安 不过被人骂 他就经历不了了 他被人遗弃 被人伤害 他就处理不了了 所以我们就说 我既然我亲近神有力量 我被人骂的时候 我都可以有力量 我不用一定要揹他的担子 其实他在罪中 他被罪控制 被魔鬼控制 所以会骂人 其实他是不好的力量 即是他身上带着不好的力量 我为什么要受他影响呢? 那我就不让他影响了 我就选择 我深信我有这个大能 所以什么时候都是 被人击击 我们就深信我有这个大能 我们能够得胜的 他有没有经历过神任何的帮助呢? 即是在任何地方祈祷 由神帮助他 如果有的时候 神都可以在这些情况帮他 他信不信性的应许呢? 譬如他信不信 先说到证明有神的证据 他信不信呢? 他信的时候 他亦都可以相信 神给我们这个权备能力 他有没有信靠神而得力 他有没有试过亲近神 信靠神、倚靠神 而得到力量 祈祷真的得到力量 他有没有试过经历神迹 他见到人有神迹 或者他自己有经历过神迹 或者他为人祈祷的神迹 他有没有试过发挥生命 即是他的生命 发挥出来 他帮到人 这都是神的能力 他有没有发挥过生命呢? 来帮助他明白 可以领受神赐 给他更大的复活大能 他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曾经经历过神的地方 就给他信心 他可以在一些 他经历不到神大能的地方 有神的能力 就是说 他有些地方经历到神 他可以在其他地方都经历到神 所以你就帮助他 你在什么地方经历到神 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经历到神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经历过 那我们可以问他 最基本的 那你犯罪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呢? 有没有圣灵居住在心中呢? 你有没有继续拔着耶稣呢? 你有没有继续被耶稣改变耶稣 有没有提醒你呢? 你有的时候 就是证明神在你里面做着工 在做着工的时候 他会继续有能力做下去 就是最基本的 他如果说这些我都没有经历 那他起码 他如果是重生得救 他应该经历过 圣灵提醒他 不要犯罪 叫他悔改 叫他亲近神 叫他遵从神 有这些的声音 就是说 神在他心中做工 那既然神在他心中做工 可不可以做这些其他工作呢? 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 发掘一下他 有没有经历过神任何的工作 当他有经历过神任何的工作 他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经历到神的工作 好 我们一起起庆祈祷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相信神的大能 首先我们一起宣告 一起跟我说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 耶稣已经胜过罪的权势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 升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聖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主治的 所有的能力他都聖过 我们基督徒都有能力 我们和耶稣一起活过来 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和耶稣一样有这个权柄 一样有这个能力 求主帮我们使用这些权柄 和能力 叫我们深信 既然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我们可以做更大的工作 多谢耶稣 我们可以帮助人 我们可以提升人的灵命 我们可以传福音 我们可以去宣告 我们可以给神使用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加力给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可以帮忙 novamente 帮助他 使用点快 帮助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